大家好 我拉夫牛 这期呢咱们来开开雷诺战凯 那雷诺呢 昨天也是正式返场了哈 所以呢 还是有几个小伙伴来咨询我关于雷诺的抽奖问题的哈 那雷诺呢 这次返场和之前的返场是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概率抽奖的话是提升了哈 其次呢 就是这次不像之前说的 仅仅是把概率调了就说成降价返场 那这次呢还加入了专属能源 哎 这个该不会是策划看了我前段时间抽破小者那期视频了吧 那期视频我说虽然说返场概率确实调高了 但是没有专属能源相当于降价降了个寂寞 而这次返场雷诺呢就马上搞了个专属能源 不过虽然这次返场抽奖有所变化 但是这辆车的强度呢仅仅就比那个冰分神爵强了一点而已啊 就连他那引以为傲的防撞性能对比现在的一线A车来说呢 也是占比优势不是很大啊 这里呢 我们用车身碰一下这个瓶破 也效果不是很大啊 反正今天我用雷诺实战了好多把了 对比现在的一线A车防撞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大优势了哈 所以呢 抽不抽大家看自己情况了哈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